男人为了做大哥 咬牙切齿地在背上吻了一个大恶人 可女人觉得这样不吉利 所以在他后背上添了一个红苹果 既希望他能封风光光做大哥 也期待他平平安安回家来 这是由青山之客自主演的黑道电影《铁宝玉》 本次解说的是第一部 温柱姑寡 跟上节奏 咱们正天开始 男人名叫大郎 刚刚加入集穿社团 就坐上了大哥成的司机肩保镖 由于大郎出来乍到 对很多社团的人 他们的娱乐项目都还没有经验 不过大哥成就喜欢大郎这样的能头青 因为他们相对单纯 显得更好控制 可大郎表面虽然装得很老实 私下却也有自己消遣的根据地 比如这个小霞就是大郎经常光顾的对象 他总是开着大哥成的车 跟小霞吹嘘自己是干大事的男人 可牛才刚吹到一半 突然想起自己下车的时候没有把钥匙 咱们一看才发现大哥成的车竟然不翼而飞了 大郎自知此事非同小可 于是立即拨通了车上的电话 好在对方接听了电话 大郎凶声恶煞地威胁对方赶紧将他开魂 否则后果自负 没过多久 车上走下来一个温柔的女人 这个人正是女主青山 大郎一看对方竟然是一个美女 顿时心中的怒气也消破了一半 大郎但确认了车竟没有事故之后 便直接放走了青山 不过青山碎一走 大郎的眼神却伸出了钩 小霞看后有些吃醋 声称要断了他的粮草 没错 任何地方的小姑姑背后 都有一个给他经济支撑的女人 尽管他们总是智比天高 但除了软饭便一无所有 不过软饭虽香 但大郎依然嚣张 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在社团出人头地 果不其然 还没有过多久就来了机会 大歌成这天带着几个手下和恐龙参合作 这次恐龙原本也是集团社团的主要成员 但由于看透了江湖险恶 因此选择了气黑同商 可俗话说如倒容易输倒难 没有了大歌成的关照 恐龙的夜总会也难保太平 所以只要是大歌成带人来玩 重任谈小风争之后 红容热情地送走了大歌成 可没曾想刚一回家 又发现自己的女朋友领了盒饭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自己的后背也连动两枪 此事一出 自然非同小可 于是大歌成下令一定要严查此事 揪出幕后真凶 经过社团的缜密调查之后 大歌成把目标锁定在了封间集团的骆驼身上 声称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于是便按照江湖规矩 挑选了三个炮灰前去刺杀骆驼 大郎也得纳入其中 这片大郎临时寿命前去一个工地和线人碰头 或许是害怕路途孤单 大郎便约出了青山 眼看街头人久等不来 大郎便想见缝插针 可还没等两人嬉戏完地 就看到有人率先到场 可所谓的线人二话没说 上去就将对方两枪毙命 这场面把大郎吓得顿时没了情绪 心想幸亏自己带了青山 不然领喝饭的人就是自己 于是为了表示感谢 大郎把青山带到了自己三天平方的家中 不过这个地方虽然大 但却只有一个小房间可以住 因为它是一个废弃的工厂 还没等大郎置卸完毕 却突然接到了大阁城的团话 于是大郎只好提前结束自己的正式 驱赶社团的正式 留下青山一个人独自睡去 根据大阁城的吩咐 大郎和另外两名杀兆准备分头行动 可三人其实都没有真正杀过人 虽然表面看起来凶神恶煞 但实际上内心却怂了一逼 因为封建集团的骆驼可不是擅长 一旦失守后果可想而知 为了行动顺利 男人第一次坐杀手 为了训练自己的胆量 他坐上了翻滚列车 还在列车行驶的头中掏出了手枪 可还没等男人摆跑造型 手枪却突然走火 直接打掉了男人的胆结石 于是刺杀骆驼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二号杀手的头上 可二号也是一个怂包 他的壮胆风势竟然是给自己打麻药 可没想到一天下去 竟直接产生了幻觉 虽然找到了开枪的勇气 却弄丢了刺杀的目标 眼看前面两个杀手已经废掉 大狼便成为了刺杀骆驼的唯一人选 可正当大狼偶遇骆驼的时候 却直接吓得连枪都拿不稳 幸亏射团的前辈大堆正好路过 还没有让大狼露出致命的破绽 大狼的怂恙连青山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在车上教大狼打抢了第一枪 不仅如此 为了让大狼找到刺杀骆驼的勇气 青山决定每天定时提依大狼一定的勇气 于是在青山的协助之下 大狼每日都会苦练枪法 可无论青山如何努力 大狼都会在开枪之后秒变软淡 青山决定如果再不加强训练 大狼一定不能完成社团的任务 因此便加大了训练的频率 从每日三次增加到了每日七次 通过日复一日的辛苦训练 大狼终于找回了一点自信 他找到大哥城 勇敢地接下了刺杀骆驼的任务 大哥城也大方地做出承诺 声称事成之后复光会给大狼145万 还会提拔他做保安队长 有了大哥城的许诺 大狼更加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在他即将动手的前一天 小霞突然到工厂来找他 看到大狼竟然跟青山混到了一起 气得立刻就要拿大狼试吻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狠的阿三 当小霞发现大狼出轨之后 直接气得一酒瓶砸在了青山的身上 可青山表面看上去没有反应 实则却默默地掏出了手枪 要不是小霞躲闪及时 青山面当场就要请他吃个饭 大狼眼看青山天生就是做大嫂的材料 于是立刻就给小霞说了分手 没有了小霞的阻碍 青山自然明正言顺地做起了狼嫂 眼看刺杀任务迫在眉睫 青山便心甘情愿地开启了魔鬼训练 虽然大狼自知此次的任务凶多计少 但在感受了青山的所有美好之后 大狼也算是没有了遗憾 于是在打完了告别赛之后 大狼终于将子弹上堂 准备火力盛开 可是他一个出处茅庐的小楼了 真的能够顺利杀死明镇江湖的骆驼吗